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珠仔 新年快樂 雖然今天已經不是1月1日 不過也要跟大家說聲新年快樂 應該還有很多錶迷還沒上班 今天還是假期 趁著這個時間 大家可能會有空拍影片 介紹給大家 其實這隻錶我之前答應了 我們其中一個觀眾 他之前我們拍了藍色 我前幾天答應了 就說會拍另外一隻色給他看 但是這幾天真的很忙 所以今天才有時間拍給大家看 這隻錶就是 精工 Sickel 自動 如果大家是精工錶迷 就知道它是西MM 這個是Sickel Prospect School Diver的系列 一個潛水系列 我先從外觀看一看 再慢慢介紹給大家 顏色很特別 好 拿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它錶面的顏色 就是灰漸變黑 或者是黑漸變灰 它沒有那麼悶 它沒有那麼悶 它有波浪文在字面上 這個角度應該大家看得清楚 錶面的顏色就是漸變色 灰漸變黑 現在的錶圈就是一個陶瓷的黑色 上一次介紹的就是藍色的陶瓷標圈 這個就是黑色的陶瓷標圈 三點位置 一個日力槍 這個日力槍就是我比較喜歡的字體和顏色配搭 就是白盤黑字 而且它的字體比較幼細 比較容易清晰看 因為如果這麼小的格子 放肥嘟嘟的字 就比較難看 所以這個小的日力盤 我比較喜歡 至於時分秒針 還有黑度那些點點都是有夜光的 再加上這個單向式潛水圈 上面這個三角形這個位置都是有夜光的 在六點位置寫著了automatic Diver 200m 沒錯 這個錶就是200米防水的 全自動的機芯 等一下才和大家講這個6R機芯 一個單向式旋轉錶圈就是120格的 可以轉一下給大家看 可以轉一下給大家看 那陶瓷圈真的很漂亮的 那質感 看上去整隻錶很高的 高了兩級的 馬上是 旋轉錶圈也是很滑的 我剛才轉過給大家試一下 就是很滑的 可以馬上錶面嗎 好了 那它就襯托了一個 筆銀色的邊框 筆銀色的邊框 筆銀殼 在錶腳位置就有間住了 譬如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 裡面這個位置就是拋光的 然後拉絲 拋光 那邊也是做了拋光的 然後 中間這裡是做了拉絲的 裡面是做了拋光的 所以看上去就很有層次感 那我經常跟大家說 其實拋光拉絲 就不是什麼複雜高技術的東西 但是呢 就煩了 即是如果這隻錶肯定做拋光拉絲的話 那它一定是有投放資源 有心機做那隻錶 因為是比較複雜的 工序 那你看一下 譬如這個 單向式旋轉錶 這個錶盤也好 那個錶圈也好 這個旁邊都是有些打磨的 一格格一粒粒的 那這個質感很漂亮 對 近一點給大家看 清楚一點 那好了 它這裡做了200米的防水 它就配搭了這個螺旋式陷入錶罐來的 就不是一個拉推罐 放開了螺絲給大家看 放開了之後 然後呢 什麼都不要拉出來 向上轉呢 就是一個上髮條 對 上髮條 這個機心也好順的 上髮條 好 再來 拋了兩格出來 它就會有停秒功能 秒針停了 那這個秒針也很特別 剛剛說到秒針就是 我挺喜歡這支秒針 因為它那個夜光 就是在這個末端的位置 有一個夜光針頭 就很特別 就像箭咀一樣 夜光針頭 我覺得很漂亮 這個位置 做得 好了 再拋了之後 停秒功能 就向上轉 就是調節時間 順時針方的調節時間 好 半粒呢 向下轉 就是調節日力 調節日力的時候 都有 手感都是達達 一下一下的 每一日就有達一下的 感覺是 好 再按進去 鎖螺絲標記 對 這裡呢 向進 一直轉 就鎖回螺絲標記 另外呢 這隻 小MM 就用了這個 藍寶石玻璃錶面 那塊玻璃很清 所以 也不怕刮花玻璃面 真的大的時候 都不需要擔心 那好了 其實這裡 六點位置 要寫到Japan 這隻是Made in Japan 那我等下錶底也有寫 錶底的時候 清晰一點 告訴大家 那連接著這個位置 就是 做了一條不鏽鋼的 實心帶 是 做了拉絲效果 打一側給大家看 對 一條不鏽鋼的實心錶帶 那我經常都跟大家說 拉絲 就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這條錶帶 因為老實說 真的 男人戴的時候 真的整花了 都不太覺眼 如果拋光 就會覺眼一點 那好了 到錶扣了 錶扣 就是一個摺疊式的 保險錶扣 也有Sickel這個字樣 好 接著打開給大家看 對 摺疊的錶扣 也寫了Stainless Steel 你看到這裡也寫了 Stainless Steel 都比較有質感 扣的 扣都比較厚 那好了 到錶底了 給大家看看 錶底 一個螺旋式陷入的底蓋 它沒有做透視的底蓋 上面有一個凹凸的花紋 是一個海浪的花紋 摸下去也很有手感 對 錶為大家看到 上面在6點位置的位置 寫了6R35機芯 JAPAN 整隻錶是Made in Japan 其實這邊也寫了 藍保石玻璃錶面 不鏽鋼底蓋 Water Resistance 200M 反過來給大家看看 去到錶面 其實跟大家說一下 原來6R15和6R35 不知道大家的錶迷 知不知道 這兩個機芯都是6R機 有什麼分別 這隻是用6R35的 原來6R35有兩個特別的位置 第一個最大的分別 就是跟6R15的儲能時間不同 6R15其實儲能只是去到50小時 而這隻小mm 陶瓷圈6R35 就是去到70小時 其實70小時是很棒的 如果星期五下班 回家放下 其實星期一的錶 也不需要重新調節時間 你上班戴錶 因為70個小時 它的儲能去到 還有一個很棒的位置 也很適合香港人的位置 就是它上法條的時候 我剛才試過給大家看 在標本向上扭上法條的時候 其實6R35這個設計 也不會導致過度上法條 其實上這個法條圈 也不需要太擔心 我上得太多 會不會 想扭多少個圈 其實扭多了也不怕 這個設計上面 和其他機身不同 這就是6R機的特色 還有6R35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有一定的抗磁性 其實有些錶 甚至乎三四千元的錶 都未必有做到抗磁 很多時候去到瑞士級別的錶 才有做到防磁 而6R35 就是有一定的抗磁性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家裏的收音機 電視機 會影響它的走勢 好了 試帶給大家看之前 就和它說完尺寸 尺寸其實 錶身直徑 就去到45mm 而脫磁性 都去到52.6mm 而錶身厚度 是13.4mm 但為何看下去 你不覺得很厚呢 就是因為它的設計 就是放進去 斜斜地收了進去 而這裡上面 也斜斜地收了進去 所以看下去 就很有流線感 試帶給大家看 其實真的很棒 整個錶看下去很完美 我看到今天做一件黑色衣服 其實我配搭過的 今天想介紹這件黑色陶瓷圈給大家看 以及灰漸變黑的錶面 整個錶很酷 而且戴上它很有質感 如果之前覺得黑白熊貓小隻 有些師兄覺得 39、41太小隻了 不適合我 比較高大的 其實這隻45mm就適合你了 而且老實說 6R機 豬仔人肉搜尋過 一般市面上 這隻小mm 都做到 六千元到七千元不等 香港外國網站都 豬仔推介 五千八百四十 五百四零 沒有多價數量 只有一隻 藍色有一隻 黑色 灰黑色漸變色 只有一隻 因為太便宜的價格 實在不能拿太多出來做特價 純粹拿來做 推廣一下豬仔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給個Like豬仔 豬仔2023會找更多好標介紹大家 未訂閱的 盡快訂閱 多謝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好 好